作词 李宗盛 浪漫成了特决 光西光北共舞是盛业 只眼淡花我的壮烈 是无悔的经典 不忧伤的爱 是深爱 像无形的存在 却无处不在 维持爱到伤害 愿所爱 黯然很多心海 一朝放了感情一生挂坏 最无私的深爱是绝不有伤的 爱 答应我 放松心情 别胡思乱想 找梁生的事交给我 嗯 你快去忙你的事吧 别耽搁了 其实我挺自责的 我真的不应该 鼓励你去巴黎 让你失望 这些事不怪你 你也别太自责 现在梁生 没有跟我们任何人说 连老陈都不知道 他去哪里了 你最了解你哥哥 他不说自然有他的道理 可能等他忙完以后 就会回来了 好 明天见 好好休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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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悲喜的眉眼 决定我心里的季节 为你有的纷乱和残烈 多美的诗篇 最孤独的少年 露出最轻浮的欢颜 坚持要用一生的 体贴 说一份感谢 我是火焰 烧去了冷烈 分身打造温暖的世界 听你许的愿 帮你去实现 想象不息 只爱不眠 我是蓝天 驱散了云烟 只留情空 吞染了风雪 让你问话将为你扫落 夜深深不息 比永远更永远 你累了想停歇 我轻声呵护你入眠 你想飞我 安静不埋怨 但愁你实现 爱无需在身边 距离会被真心穿越 我愿意圆成一万残月 成全你喜悦 我是火焰 烧起了冷烈 翻身打造温暖的世界 你怎么来了 你要出门 觉得家里闷 想出去走走 你是想去找梁生吧 走在路上 万一遇下来了 我今天来 就是想告诉你有关梁生的消息 他在哪儿 我们查了所有的医院 派出所也问了 都没有同名或者 近似梁生相貌的伤症 不过没消息就是好消息 他应该没事的 那你还想出去吗 我陪你走走 谢谢你啊 田佑 走吧 田佑 田佑 你不能这样了 你说你白天跑了一天 一晚上你还要补工作 你这一晚上不睡觉 你还要不要命 又不是常态 是 这不是常态 你这不是常态 你要坚持多久啊 你能控制吗 你说你现在 先生 喂 田佑 房子我租好了 这么快 怎么不让我陪你去看呢 没关系 我自己不是也租到了吗 好 恭喜你了 那 你很快就拥有 属于你自己的花店了 我终于要开花店了 小时候的梦想终于要成真了 如果我家人都在的话 他们一定会为我高兴的吧 会的 梁生知道你这么帮 会很欣慰的 店面在哪里啊 你什么时候开始张罗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了 今晚静零回来 他说明天帮我一起去打扫 好 那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到时候去看你 嗯 那我先挂了啊 好 好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再也没看过那辆白色的车 或许那真的只是一个幻觉 好了 来 这是谁啊 嗯 联系 走 走 走 欢迎光临 你怎么来了 来做你的第一位客人 开业大集 哪有人家开花店 还送花的呀 对啊 应该送红包 讨个好彩头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你现在可以去上班了吧 先打开看看 谢谢你 你最近忙坏了 让你放松一下 别迟到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的 请问有什么要求 想送一个我很在乎 却不知道该怎么对它说的女孩 我们是分别多年又重逢 这样的话 红色天竹可以挺适合的 象征你一直在我心里 偶遇的幸福 好 那就这个 请帮我把画送到墨甘山路五十六号 墨甘山路 不就是我的画店吗 喂 程天佑 随手写几个字话就算送了呀 你也很没诚意呀 店家 我要给地址 请送到冰江路十丰集团来 我要约她吃饭的时候 当面送给她 好的 好的 魏小五 我最近啊 总是特别怀念我们小时候的日子 一起掰玉米 一起调房子 我最近 我最近 感觉我哥就在我身边 我好像总能感受到他的气息 你呀 就是太想你哥了 他只要一恢复记忆 肯定马上回到你身边 在你这赖着 有种回家的感觉 这不就是你 你的家吗 随时过来 也不知道我哥带不带的那盆姜花 傻吧 也就只有你们俩 才相信生姜能开花 那姜花对我们的意义是不同的 不管它能不能开花 都是我们儿时的一种期盼 哥 你哥 在哪儿呢 你哥我就在这儿呢 嗯 别想了啊 我携道去 早点睡 唉 唉 我可以想要不要 你不想要是你 你不想要是你 我可以说过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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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 好 謝謝 送給你點喜歡嗎 好美啊 走吧 慢走 再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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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ship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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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待的时候吃一颗糖心里就不那么苦了 嗯 你要粉色的还是白色的 我要这个 虽然城市里的天空少有星星 但是我会想起与梁生看星星的夜晚 虽然街道上没有梁生的身影 但我能感受到梁生的味道 此刻的你在哪里啊 你知不知道 在那个旧日的城市里 有一个叫江生的妹妹 在等待着你回家 您的抹茶 好 谢谢 帮我来杯柠檬水 好的 好久不见啊 你上次和我一起喝过酒 我敬你一杯 喝一杯 喝一杯 喝得这么少 养鱼呢 酒保 再给我上一杯酒 好的 我请客 把手放开 我请你喝酒 不喝 把手放开 喝吗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 放开 干吗呀 你不想喝酒是吧 把手放开 你给你点不要脸 我说了我不喝 怎么了 您这么做 多少有点不合适吧 我跟我朋友喝酒 关你什么事啊 你 刚才你在这酒吧里的抽烟 我就已经看不下去了 现在还难为一个小姑娘 找人陪你喝酒是吧 我陪你喝 谁陪你喝酒 行了咱们走吧 好 什么玩意儿啊 他叫什么名字 北小五 好 给 谢谢 慢走啊 好 小朋友 你要买花吗 嗯 哦 你要买什么样子的花呀 嗯 你是要送人吗 嗯 今天是我妈妈的吉日 我想买点花 送给她 哦 嗯 那你妈妈喜欢什么花 嗯 我妈妈喜欢 玉京香 对 来 你看 是这个花吗 对 好 你等着 我给你包 看 漂亮吗 漂亮 漂亮 姐姐 嗯 这束花多少钱啊 拿着吧 姐姐不要你钱 这不行 我不能白要的 你的妈妈 跟姐姐的妈妈一样 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所以 这束花姐姐送给你 真的不行 拿着 看 我收了你的钱 所以你也没有白拿我的花 嗯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姐姐再见 嗯 拜拜 来 又有新的订单了 嗯 这位客人说 她姥姥卧病在床 不能出门 她想把家里布置得 温馨漂亮一点 让她姥姥开心 那我先给她出个设计图吧 嗯 你到时候发给她看看 嗯 都说认真的女人最美 你当起店老板娘 还真是有梦有样 精神焕发的 哎呀 这样我就放心了 我之前还担心你 因为挂念良生的事 干什么都没心思呢 嗯 我当然也挂念我哥了 只是我想 她肯定不喜欢看到我消沉的样子 所以啊 我还是得开心一点 这就对了 这样正想思考 才能有正能量 我是不会放弃找她的 等她回来啊 我就告诉她 我说我开了一家花店 然后带她过来看看 你看 这可以吗 嗯 然后 就是可以 再加一点 这个 怎么样 哦 哇塞你好厉害 嗯 奶奶 婆婆 婆婆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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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心情不好 是隔壁房的 金姨她心情不好 金姨她不是你闺蜜吗 她怎么了 今天呢 是她的结婚纪念日 如果她的仙人还在啊 今年应该是她们结婚五十周年了 啊 禁婚呢 啊 哎呀 可是 她丈夫得了个实质症 连她都不认识了 所以她非常伤心 一到她结婚纪念日啊 她就得难过那么一阵子 后悔自己啊 以前对她丈夫啊 太凶了 被自己爱的人遗忘了 好可怜啊 嗯 年轻的时候啊 都以为人生啊 很长 其实人生很短 最棒的 是不后悔 嗯 嗯 最难的是不遗憾 婆婆今天 这么有感触 是啊 奶奶活到这个岁数了 这记性啊 也不如年轻的时候了 啊 所以啊 想起来什么 就想唠叨几句 奶奶 您继续说 我还想听 一个人哪 自由自在的 那才叫快活啊 可是两个人哪 才叫幸福 是不是啊 人生无常啊 啊 你想爱的人 不见得 他会永远留在你的旁边 要想 永远的不遗憾 那就 一定不要错过 嗯 嗯 奶奶今天说的话 让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也是 我明天要到洛杉矶出差 要去多久啊 十天左右 我 有点放心不下 我就过着平常的日子 有什么待机你的呀 佳生 我们在一起吧 天佑 你 你不用记着给我答案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可以慢慢考虑 我也 不会在这段时间找你 那 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 当然可以 我还要不在这段时间 你 要不要在这段时间 就是我们在那里面 要去哪里面 你 我可以 你 我可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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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吃什麼 我給你帶點回來 嗯 隨便吧 什麼都行 我給你泡的 喝點 謝謝 什麼案子 淑穎老師介紹的案子 幫一家企業大堂 做畫意設計 用宋竹梅體現天地人 還挺有意境的 嗯 成天佑是不是 十天都沒想想 嗯 真男人 他還真能忍得住 他還是說到做到啊 你和他在一起 是不是特別幸福 哎 沒事 他馬上就回來了 很快了 我要上飛機了 倒數十五個小時 期待你的答案 期待你答案 我也期待你的答案 一路平安 秀恩愛 教授 你看又看新聞 怎麼了 快來 現在網上都是這條 時封集團總裁程天佑 現在下路不明 飛機顧著 你先別著急啊 記憶人自有天下 那不會出問題的 您好 您拨打的電話 您關你 是的 你好 您拨打的電話 怎麼打不通啊 你知不知道 航空公司電話 我都打了一百多遍了 就是打不通 打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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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教授 走 怎么还不错 来了 来了 哪儿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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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了 这儿了 来 来 来 我们在一起吧 是爱让我拥抱 不是你最亲爱的小孩 陪你看满天星空 来 来 想看什么类型 看 爱情片吧 爱情片 我觉得那个科幻片也不错吧 好 改了 科幻片 等我 想好了没有啊 要不还是爱情片吧 好 爱情片 不改了 再来捅爆米花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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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见 不代表没发生 你看不见 你看不见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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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得半大 车子坏了 我让前置去修车了 你等着 你在哪儿 冷死了吧 我着急过来怕你等吧 你跟我说一声 别动 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了 冷不冷 我来 别动 你的笑 让阴迈奢得放晴 温柔在 时光中 无声无息 向前 每一步脚印 随着 心跳靠近 我陪你 走到底 就算未来 挥风雨晶起 你依然在我生命成局 美好的回忆 执着的勇气 都是对你无悔的证明 如果爱情 会慢慢冒去 我会继续爱到底 抱紧 直到繁华凋零 你怎么下来了 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睡了好久了 你在干吗 我给你熬中了 来 给你量一下 别动 还是有点低手 你今天哪儿都别去了 在家好好休息 我给你量一下 喝吧 手没劲 给 小心啊 有有有 你们公司借来的计划案 我都在看 里面有几点 我想和你讨论一下 对对 跟我们的想法 你说我在听 对第三点我们有共识的 你说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 就写在这上面 好 我们也同意 这生病太值了 真的是第一次感受到 三餐都被你照过的待遇 别贫了 赶紧吃吧 嗯 吃完上去睡觉 那你呢 我也在睡觉啊 你不怕被我传染啊 不怕啊 姑姑啊 我这里真住不下了 你不是自己一个人住吗 我好朋友也在我这儿住呢 那媛媛要来上海进修怎么办呀 哎呀 没事 我再给她找个房子住吧 那不行 小姑娘在外面租房子 不方便的 哎 你放心 我肯定给她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租房子啊 那行吧 那你就费心了啊 静灵 怎么了 我姑姑的女儿 要来上海进修 没地儿住 想住我这儿 那是你表妹吧 让她搬过来住吧 我搬出去 那怎么能行呢 说好了你住我这儿的 你表妹人生地不熟的 来这儿还要租房子 多麻烦啊 哎 没事 我都跟我姑解释完了 你别操心了 静灵 别让我给你添麻烦 我搬出去住 明天我就去找房子 你也跟你姑姑说一声 让你表妹安心过来住 才能好好学习啊 好啦 我去睡觉了 给 哦 好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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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睡觉吧 我去睡觉了 我是在找自己住的房子呢 你不是跟金灵一起住吗 她表妹来了 所以我就得搬出来了 好 那要找什么样的 哪一区 我也帮你找找 梨花店进的呗 越便宜的越好 越便宜越好 预算多少 预算一千五到两千万呗 一千 嗯 像笔鱼以上的体贴 说一份感谢 我是火焰 烧起了了脸 翻身打造 温暖的世界 替你去的愿 帮你去实�� 生生不息 只爱不眠 我是蓝天 驱散啦云烟 只留晴空吞染了风雪 让你问话像为你扫落叶 生生不息比永远更永远 爱也许不是牵手带你到终点 而是该放手送你去转泪蝶 我是火焰烧起了冷冽 分身打造温暖的世界 天你许多愿帮你去实现 生生不息只爱不眠 我是蓝天启散了云烟 只留晴空吞染了风雪 让你问话像为你扫落叶 生生不息比永远更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